我有這個意念是因為我在之前因為有學習的壓力 然後令我出現了少少的失眠問題 之後就覺得可能這個社會上 其實有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會有這些問題 我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就見到其實有50國家裡面 香港在兩個三地裡面其實排名最低的睡眠質素 我們就覺得其實真的有很多人有這個問題 我們就決定做這個app出來 打算幫助到社會大眾 讓我展示給大家看看是甚麼東西 這樣一開始我們就本身要先連接器器器 當連接器器器器之後 我們系統會有一個功能 即是AnnaSar腦部的狀態 例如你可能在專注 可能在放鬆 他現在正在睡眠 如果在睡眠我們就可以先按這個睡眠鍵 這裡有五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問你今天有沒有喝酒 第二條問題是今天有沒有吃藥 第三條問題是你今天有沒有做運動 還有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生活壓力 最後一條問題是有一個很關鍵性的 因為他會問你 你睡覺的時候你想在系統選擇甚麼類型的音棚 給你去引到睡眠 現在系統會繼續分析腦部狀態 當分析之後他就會開始選擇音樂去播放 這樣 好看 接著合他 如果與其他人一樣 可以 別人